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8日 星期天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阿拉斯加州卫生官员说 一名老人死于阿拉斯加痘病毒 这是这种最近发现的病毒的首例死亡病例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是如何感染病毒的 但官员们表示 可能与与他一起生活的一只流浪猫有关 根据阿拉斯加公共卫生官员发布的公告 这名男子去年11月住院治疗 于1月底死亡 公告称 这名男子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由于服用了药物 他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这可能是导致他病情严重的原因之一 公告称他上了年纪 但没有透露他的年龄 卫生官员说 阿拉斯加痘也被称为Akperv 与天花 牛痘和猴痘有关 症状包括皮疹 淋巴结肿大 关节或肌肉疼痛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患更严重疾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自2015年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 阿拉斯加卫生官员迄今只报告了另外6例该病例 卫生官员说 所有涉及的人都住在费尔邦克斯地区 距离基奈半岛300多英里 所有人都是轻症患者 没有住院就康复了 目前尚不清楚阿拉斯加痘是如何传播的 但研究人员表示 他可能是人畜共患的 这意味着他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公告说 检测发现费尔邦克斯地区的几种小型哺乳动物 目前或以前感染过这种病毒 包括红辈田鼠和至少一只家养宠物 公告称 这名男子说他曾在家中照顾过一只流浪猫 但这只猫的病毒检测呈阴性 近日 有网友发现在微信最新的8.0.47版本中 摇一摇功能悄无声息地下线了 变成了听一听 相关消息引发讨论 打开发现页设置也无法再添加摇一摇功能 不过微信海外版WeChat8.0.47版本中摇一摇功能依然可用 公开资料显示 微信在2012年9月份推出的4.3版本中 首次加入了摇一摇功能 该功能允许用户通过摇动手机 随机找到附近或者全国的其他用户进行社交互动 它也可以用来传输图片或参与一些活动 微信摇一摇功能上显之初受到用户欢迎 在2015年春节期间 微信推出了摇一摇红包的活动 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 据称创造了8.1亿次的摇动记录 不过据检查日报2013年报道 由于摇一摇功能会自动将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 暴露给周边的人 若其周边一公里的人 位在微信界面上清除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 用户也可以搜寻到对方 形成一个社交网络 这一功能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了解被害人信息的途径 微信此后对摇一摇功能进行了一些调整和限制 该功能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最近微信新增的听一听功能 除了保留此前摇一摇重的听歌识曲功能外 还新增了现场音乐 乐迷圈以及个人设置等等 用户可以通过收看15秒广告免费听歌30分钟 对此不少网友发文感叹道摇一摇这个功能一开始我老喜欢完了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我以前还挺喜欢那个咔咔的声音的之前常用摇一摇来听歌10曲 不过现在改成听一听也挺合理 还有网友呼吁微信精简其他功能 一人点赞朋友圈 共同好友都能收到通知 这个功能啥时候能下线 希望把拍一拍也下线 老有人点错 此外不少网友还希望微信能够推出一件清除所有未读消息 朋友圈编辑 好友护山提醒 远途上传不压缩等功能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最近牛瓦克宣布了一项房屋所有权振兴计划 该计划下房产的购买价格非常灵活 甚至允许以低至1美元的价格购买带有抵押的小型房产 而且牛瓦克室于周一举行了首次摇号活动 已经有幸运的7名购房者 以象征性的价格购得了房屋 牛瓦克室市长拉斯巴拉卡表示 虽然目前只有7套房屋可供出售 但是政府未来还将推出更多的房产 他鼓励那些未能在本次摇号中获得资格的购房者保持耐心 因为随着更多房产的回收 他们将有机会参与后续的抽签活动 这些1美元房产都是因拖欠税款 账单或其他公共债务而被市政府没收 房屋情况恶化 需要维修的旧房屋远还没有达到入住条件 例如地板上有个洞 杂草丛生亟待修建等等 总之 这些旧房产面临的命运将是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维修 否则就需要拆除重建 这也意味着1美元的幸运房主们还将借款来装修房子 房主负责新房的维修和保养 但他们可以获得低息抵押贷款来支付这些费用 根据这些旧房的改造计划 部分抽取到1美元房产的家庭住宅 将被改造成美丽的多户家庭住宅 申请人在计划管理员的协助下 应提交收购资金的证明 并应证明有重新开发该物业的财务能力 财务能力的证明应包括购买者自己的个人财务 银行贷款 以及贷款人的承诺 以资助足以使该房产达到城市规范标准的建筑 市政府拥有的房产转让给潜在的购买者时 应通过私人销售 通过分权契约 以重建为目的 要求建造一个 两个 三个或四个单元的自住住宅结构 根据reltor.com的数据 美国其他29个州 至少有一处房产的起价是1美元 其中 许多房屋是以拍卖的形式进行的 这也就意味着房屋价格可能会根据竞拍者的数量大幅攀升 许多拍卖都有严格的要求 比如最低首付款 或只接受现金的合同 目前还不清楚投标结束后的最终价格会是多少 全美还有很多州纷纷效仿 虽然以1美元低价净售 但最终并没有以最低价售出 温哥华一处七层高 共123个单元的维也纳公寓项目 正在建设中 为温哥华的个人 老年人 残疾人士和家庭提供价格合理 可持续的住房 这个价格合理的经济型住房项目 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123套安全 环保的住房 让人们能够留在他们熟悉的社区 住房部长拉维卡龙说道 该项目位于斯坦斯伯里大道2001号 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住房局 温哥华市和不只是一顶屋顶房屋协会之间的合作成果 维也纳公寓将结合住房 低收入和市场租赁 提供一揽子住房选择 包括29个单间单元 37个一居室单元 35个两居室单元 16个三居室单元和6个四居室单元 十分之一的单位将适用于残疾人士 所有单位将可适应不同需求 温哥华国会议员阿德里安·迪克斯表示 我知道这些将对搬进来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期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看到更多这样的住房 让更多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 维也纳公寓是温哥华市和奥地利维也纳市的合作项目 还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签订了研究协议 这些城市和研究人员正在合作进行可持续住房设计方面的创新 维也纳公寓将实现重要的可持续性目标 使用大型木材和预制墙板 地板和天花板组件将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排放 储存碳并有助于将75%的建筑废弃物转移到填埋场 获得被动房屋认证将意味着每年能源使用减少约52% 使用电气和热水将减少近90%的温室气体排放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合作伙伴将建立建筑的数字栏生体 以测试和优化组件和系统如被动式气流 维也纳公寓将位于温哥华东部一个充满活力 适合家庭的社区中心 居民将步行即可到达服务设施、学校、公共交通 特劳特湖社区中心和公园以及商业街娱乐区 不只是一顶屋顶房屋协会将从温哥华市获得60年租约 拥有并运营该建筑 中文字幕提供